在美国,如果费城独立厅排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那么估计没有其他地方赶成第一 来费城好多次了,第一次来最先去的地方就是独立厅 这一次想带即将上高中的女儿再去接受一下历史教育 女儿却说,拜托,我们历史老师每学习都要放国家宝藏 大家对独立厅比对学校建筑都熟 虽然是孩子的玩笑,也可以看出独立厅已经扎根在学生们心里了 即使凡人白丁一个,估计也不陌生,而且会很喜欢 因为他就在日常用的,面额最大的100美元背面 独立厅建于1730年,当时还处在英国殖民时期 这栋51米高,因是乔治时期风格的建筑,强调比例、平衡和对称 最初是作为宾州议会而建 一层是法庭和议事厅 二层有总督的会议室、宴会厅 最高一层是钟楼 1776年夏天,13个州的56名代表聚集在议事厅 当时他们最年轻的代表26岁,最长的弗兰克林70岁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投票 最终,代表们以他们的生命、财富和神圣的荣誉做保证 签署了独立宣言 由此,一个自治的政府成立了,并从大丁帝国独立出来 宣言最终签署完毕的7月4日,也成为美国国庆日 这是美国画家约翰·特朗布尔所做的独立宣言 他是生活在美国建国前后的画家 曾给很多开国元老都画过肖像 也曾亲眼见过独立宣言的先属人 这幅巨画一直展示在美国国会山 在画中与会者从容坚定 而历史上的这个时刻,气氛非常沉闷 参与签字的宾州代表本杰明·拉什多年后回忆 代表们一个个都是默默走到文件前 因为大家都知道,签下的也是被判英国的死刑令 随着时间的变化,独立厅也曾多次翻修 1948年国家独立公园成立 对独立厅做了彻底翻新 也逐渐拆掉了周围拥挤的建筑 改造了狭窄的街道 成为今天开阔的广场 大家确定的是,1779年宣布独立时 激动的人们曾敲响过独立厅上的大钟 见证过最激动时刻的大钟 是1751年宾州议会从伦敦定制的 最初的名称是州议会大钟 钟上著有圣经历未记的一句经文 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布自由 美国废卢运动期间改名为自由钟 当初大钟刚运到费城就出现裂缝 不得不打碎重新铸造 铸造的工匠将自己的名字也刻在大钟上 独立战争期间 为了防止被英国军队融化改做武器 大钟被拆下来藏在安全的地方 独立战争后 人们重新挂起大钟 一些重大活动都能听见钟声 1846年大钟从底部再次开裂 这时自由钟已经频繁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 成为独立自由的象征 费城市政府也意识到自由钟的价值 1848年将大钟一道独立厅单独展出 还运到美国各地参加庆祝活动 1876年美国建国一百周年时 曾有人提议修复自由钟 但被否决 大家已经认可了这件有历史意义带内奉的大钟 不过市政府从当初北美最早的13个州 挣进来一万三千磅金属 每个州一千磅 其中包括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期间 双方用过的四门大炮 融化铸成百年钟 如今这口钟就挂在独立厅的钟楼上 有重大活动和日常报时 都能听到洪亮的钟声 此外 费城还有一件两百周年大钟 是1976年刚刚去世的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赠送给费城的 当时女王还在费城发表了演说 她说感谢美国的国父们 他们教会了英国尊重其他国家 管理自己的权利 今天这口钟挂在第三阶的钟楼上 也定点报时 1996年的一天 美国快餐连锁店Tagobel打出广告 称公司已经买下了自由钟 改名为Tagobel自由钟 并会将大钟放在加州的公司总部 消息一出 质问和批评声潮水般涌向国家历史公园 院方紧急发表声明 说消息此虚无有 不久Tagobel也发表声明 承认广告是云杰的玩笑 虽然还是受到谴责 不过那一周Tagobel的墨西哥卷饼 还是多销售了50万美元 公司也将这笔钱捐出 用于保护自由中国 中国人说半部论语之天下 美国则靠一部4400个单词的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这部人类最早的宪法 是1787年9月17日 在刚刚去过的独立厅签署的 宪法的意义和重要性 已经不能单独在独立厅展示了 200年后 国会专门立法在独立厅旁边建立了国家宪法中心 该法案简称1988年宪法继承法案 参众两院一致同意授权国家历史公园 在独立厅附近修建宪法中心 中心其实就是宪法博物馆 由贝育民的建筑设计公司设计 2003年7月4日对外开放 纽约时报对建筑设计的评价是 这座建筑安静而自信 尊重周围环境 体贴公众 注定要在全国最好的公共基点建筑中 占据一席之地 宪法中心的门牌号是525号 亦在当年制宪会议从5月25日开始 中心四面的玻璃墙体现政府运作的透明 一楼通过实物和多媒体 重点介绍了美国内战废奴运动 和美国妇女参政的历史 1920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9条 只有39个单词 这个条款让美国妇女取得了投票权 看着展史的陈列 你能切实感受自由和平等来之不易 展史的出口通向一个360度环形小剧场 声光电加真人解说的自由的崛起情景剧 非常震撼 二楼是通过多媒体详细讲解宪法 展史的名字是人民的故事 里面有很多互动项目 比如模拟投票 模拟新总统跟着大法官宣誓就职 宪法中心最不容易错过的是签署人大厅 这是单独的一间大屋子 我们就差点错过 屋子里有42件真人大小的铜柱雕塑 是纽约一间艺术工作室 好事一年完成的 他们根据史料和图片 将参加制宪会议 亲自当天的42位代表 微妙微笑地复制在你面前 而且衷心允许领和塑像 零距离接触 可以握手 可以抚摸 甚至有孩子坐在富兰克林老爷爷的腿上拍照 参观者游走在代表中 深邻奇迹般穿越到当年的会议现场 1787年年夏季的费城 来自北美12个州的55位代表 关闭门窗 在费城独立厅激烈讨论了116天 完成了连他们自己都曾认为的不可能任务 为了消除当时各州各自为政 联邦政府空有其名 麦迪逊带着搜集到的上百本有关政府的书籍 和他准备的佛吉利亚方案 争取到本以卸甲归田的华盛顿将军的支持 邀请各州代表到费城开会 55位到会者代表着当时400万美国人 一起规划未来 其中35位接收过法律训练 有8位代表是州法官 正式讨论前 他们制定了开会规则 比如代表可以随时改变他们做过的决定 因此有的事项本来通过了 又被否决 再提出来讨论 甚至同一个议题 花上几天 甚至几周反复讨论 会议还规定了保密原则 没有记者 公众旁听 代表们在公众场合也不能讨论会议内容 保密原则的目的 是让代表们担心自己的面子 而坚持原先说错的话 或做错的决定 另外还有主席团原则 发言人面向主席发言陈述 而不是辩论的对方 这样主席成为一道防火墙 缓冲了矛盾 正是这些会前制定的规则 让代表们能够反复斟酌思考 比如总统究竟是选民直接投票选举 还是选举团投票选举这个问题 前后就经过了60次投票 制线会议的成功 完美的注解了政治是一门妥协折中的艺术 简单的一个例子 美国总统的任期问题 最初的方案是三年一任期 并可以连任一届 另外的选择是任期七年只能一届 投票的结果五个州同意七年的方案 但有四个州反对 最终的折中方案是 现在的四年一任期可以连任一届 会议最大的妥协是大州和小州 如何分配在联邦政府的议员名额 为此会议拉锯讨论一个多月 如果按人口分配国会议员的名额 小州就明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最终决定参议院每周两名代表 众议院按人口分配代表数量 还有一个妥协是南方和北方的妥协 问题的关键是 独立是人还是财产 是否计入人口统计 最终达成三五原则 奴隶按五分之三的比例 计入人口总数 宪法中并没有出现奴隶这个词 而是用其他人来指代 与会者平均年龄43岁 很多人积累了丰富的重政经验 还有德高望重的华盛顿和弗兰克林参加 弗兰克林当时81岁高龄 是坐着宾州监狱里找的四个犯人 抬着轿子到会场的 他的幽默有时给火药卫十足的会场 带了一点轻松 在讨论如何选举最高法官时 他讲了个笑话 苏格兰的法官都是律师推荐的 律师们往往推荐最好的律师去做法官 然后再瓜分成为法官律师的所有客户 会议几次陷入僵局时 他提议大家一起向上帝祷告 以寻求解决方案 开国元勋之一的杰弗逊当时在法国 没有参加会议 当他知道宪法终于签署后 曾感叹到这是一个半神半人的聚会 富兰克林还被大家记得传送的是 会议结束时 他知道了主席座椅上雕刻的太阳 是日出还是日落 华盛顿将军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如果没有他参加 一些州根本就不会派代表出席 不过将军并不依老卖老 他在会议时只发言了三次 一次是作为主席开幕致辞 一次是批评代表人随意丢弃 有会议记录的草稿纸 最后一次是签字那天 麻省议员突然提出 众议员的代表人数 应该从每四万人以为代表 改为三万 眼看又会引起一场辩论 华盛顿将军开口了 他说支持这个提议 这样能更代表民意 有了华盛顿的背书 其他与会者也没有提出异议 宪法原来的初稿 先从北到南 挪累了参会各州的一长串中文 最后定稿时 宾州代表莫里斯将原来的文字 改成了现在著名的 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三个字可谓气贯长红 最后 会议请来博士代表的 宾州议会秘书 雅各布沙龙 付了30美元筹金 相当于现在的320美元 用了两天时间 将最终的定稿 超过在四张羊皮纸上 这份珍贵的宪法原件 目前存放在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里 平时白天将第一页和最后一页 放在特制的防弹玻璃橱窗中展出 晚上收藏在地下防核弹公斤的 保险库里 库门有5吨重 不过每年9月17号 宪法签字纪念日 抄录宪法的四张大洋笔纸 都会同时向参观者展出 在签字厅 你还可以在华盛顿将军的注释下 在宪法上签上你的名字 中心会电用一份你参与的证书 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从独立厅到自由中和宪法中心 步行不到五分钟 也被称为美国最具历史价值的一平方英里 这里看到和听到的都是政治学最核心的内容 以及一群绅士如何智慧地将书本的理论 应用到复杂的现实世界中 有关制线会议的精彩过程 不妨读一读琳达的美国的建国历程 在喜马拉雅厅书中能找到 独立厅和自由中中心都是免费参观 最好提前网上预约 宪法中心对教师和学生免费 参观独立厅时 每20分钟允许60位游客进入 可能会遇到排队 我将中文的独立宣言和1787年美国宪法做成的视频 可以在等候中看一看 也算是参观前的一个热身 听了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